《尼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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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爸從小就有一個毛髮去左邊頭疼 然後我現在也沒好 就是我會頭一疼的時候就胃也痛 然後就必須吐 就知道咋回事 你的耳朵還有鼻子的那個裡邊找東西 有東西 耳朵和鼻子 可能你以前是不是有過小時候有過內耳炎 或者是鼻抖炎 小的時候確實有過鼻炎 耳朵現在裡邊也有一點 但是你的眼睛和鼻子交叉的 不是六根是通的嗎 那個地方可能有膝肉或者什麼壓迫神經 整個壓迫整個人的神經 你要治耳朵和鼻子 又中耳也得要也行 又鼻也鼻豆也得要也行 但是我懷疑你時間太久了 你那邊就是 太久了可能就是光有藥 因為現在你也沒飯嘛 如果你很難受的時候 你從鼻子又要也行 從耳朵又要也行 都可以緩解 但是你要徹底治療 需要自己修正了 因為時間小時候得了 就是說你可以沖洗 因為裡面可能裡面長了那個肥厚啊 那個長出腥肉一類的 因為你這個動手術吧 反正醫院要做手術也是個小手術 你可以拍一些拍個片 然後如果是壓迫的太厲害 你可以他手術從鼻子裡邊就去 微臭給你去 但是呢如果你自己修正有信心的話 就是就像我以前畢業也挺重的 但我是怎麼修的啊 就是觀想自己坐在那邊 觀想坐在海邊 坐在大海邊然後呢 怎麼說潮起潮落啊這個大海 因為海水是斜的嘛 我就想它是消爺的嘛 就是有海水 我就拿海水洗鼻子 我鼻也可 以前很周鼻頭也就是 然後呢 我就坐在那大海邊觀想 那個水一吸 就吸到我鼻子裡 然後呢那個鹽水 不是斜的海水 然後呢 吸進去以後 然後沖刷我的就是鼻腔 然後呢 吸進去是很清淨的清水 然後吐出去是烘濁的那個水 就帶著我的鼻氣就出去了 這樣洗了半年就好 就是觀想就這樣觀想 你說我的病不都可以靠近的嗎 都可以啊 就是看你的定力了 看你的觀想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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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也現在肺部和蛋也觀想也沒好 現在也很恐怖 有的比較瘦的 這樣就可以了 嗯 那好簡單 那還要醫院幹嗎 是啊 這是得相信啊 是啊 還得欺負耶 但是問題中生觀想不到啊 觀想不起來啊 第一觀想進觀想 我有一次說 有個中生 我說觀想 讓你觀想就是 就是水 就是水從你頭上淋下來 他說觀想不了 老師我觀想好久 我說 你最熟悉的是洗澡嘛 你就觀想你站在那個噴頭底下 把那個噴頭一打開 刷 這就洗澡 他小老闆姐還是觀想不起來 他說 我倒是觀想有一個人拿著勺子倒水 我倒是觀想出這個了 我說這也奇怪了 那就這樣倒吧 然後有一天他來了 他說勺子掉到頭上 哈哈哈哈 怎麼說這種呢 他一直擔心那個勺子掉到頭上 就終於掉下來了 我說誰幹的 他說不知道 然後你說遇到這種 就不行嘛 就叫做醫院嘛 還有還有 還有個中生不是觀想 就是說是觀想 佛在他上邊嗎 頭上 他老是覺得 哎呀佛老要放屁怎麼辦呢 哈哈哈哈 我是該說他臭嗎還是不臭嗎 如果是佛在頭頂上坐著 怎麼說觀想 等著嘛 如果本身發屁 我如果說臭我還是 哈哈哈哈 該想不吵 應該想香呢 這種事 哎呀真是 這種問題很嚴重的話 哈哈哈哈 這確實很難答 對吧 你觀想臭也不對 香也不對嘛 真是 眾生就是各種想嘛 往後跌倒夢想 夢想嘛 各種想 所以有些眾生是 有些法目不能用的 哈哈哈哈 是啊 他做本身頭上馬 覺得不恭敬 本周坐上去他 又覺得本周那個 還有比如說 有一個眾生 他其實他的氣脈 這一塊是不通的 所以那個本周坐他頭上 他老覺得本周那個袍子 曬著他這麼個眼睛 說這個本周為什麼老是有一個 其實他這一塊這個氣脈不通嘛 他老覺得這塊不通 就老覺得有個東西捂著 他說那個本周老是拿一 拿袍子曬我眼睛 然後給我問是什麼情況 我說哎你不著想就行了 本周三周你不知道你著想 其實他這塊不通嘛 但是你要說他你那塊有病 他又著了病相 你知道 因為他很輕嘛 因為過兩天他就好了嘛 所以我就懶得跟他說說 你那塊有病自治了 因為三兩天他就過去 過去他就說 來了說本周那個袍子療上去 我說司長抱著抱著療不上去了 笑死你 你要說他有病完了 他永遠療不上去了 知道吧 但老師如果說這個病人 他還想做醫生 其實始終是 你看做西醫還是做中醫 做養生的 因為對眾生的病的話 就是最最底的就是西醫吧 就把眾生看成物質嘛 對吧 因為西醫就是你拿他割拿的那種狀態 當然說也有各種藥啊 從微觀的角度 越來越細胞啊這種 基因啊這些看西醫是 從這個角度來去驗 但始終他是把人 作為一個異聞的角度來看 就是物質的層面啊 分子原子這樣 那中醫是從氣脈的角度 陰陽二七五行的平衡 所以他更接近真理 就是說他不把人倒成一個物質 他覺得你是個虛妄的 就是他是陰陽二七五行的平衡 這樣只要你平衡了 你就可以陰陽平衡 在人世界就可以沒病 他陽序陰序的整天這樣子 五行說全木金火筒 哪塊有緣相生相克這樣 那從養生的角度呢 養生的角度 他就說你心性上的問題 就叫你又執著了 就是說你放下 但是說這個 其實到最後這個心性的病 跟佛學啊因果就合在一起了 就是有這個因才有這個果 所以從佛學的角度 也是萬法都是由心造成的 所以你的病肯定是心結嘛 心理有執著一定是有病嘛 或者你有這個病 就是瘦吧 已經暴死了嘛 是吧 就是看就是這樣子治嘛 所以有時候心結打開了 或者是你的病也許會好 這個 但是這個病人 我舉個例子呢 你還行嗎 就是講這個病人 他是用西醫還是用中醫 用這個心法上來講 看他的領悟程度了 如果他一定相信我是物質的 那就用西醫好一點 他相信他是五星醫藥 比如他接受這套理論 那你中醫好一點 如果這個人說說 我很相信你 你給我講病 我這個病就是因為我有因果 或者心有執著 那就用心法 就直接就給他 就是開病人的能夠接受的 如果這個病人說 我什麼都接受 我都有道理 那就撒在一起上了 都有可能看哪個起座 都有可能 是吧 如果你正如空性 英國一切了了分明 就是有時候是了原的 有時候是受爆的 你自己會選擇 選擇受或者不受 他就這個就自然 但是呢 在你沒正如以前 有時候還是有爆 你是轉不了這個爆 有些不是站在 如果你站在空性的角度 有些病已經不在人道解決了 如果是崇利了 這個可能你們就聽 就是覺得 比如有些病 舉個例子 就是說你說有些病 你已經在人道解決不了 你不得進入其他道去做 因為其他道更有 舉個例子 你修行到一定程度的時候 你比如人道的直接破壞了 比如進入天道了 出了玉界 就在世界界修的時候 那世界界對你的影響更大 而不是在玉界界 那世界 比如說 當你每天從早到晚 其實你坐在這的時候 比如說你的 你的這個身像 就像一個銀河系一樣 太空一樣的時候 那星球對你的影響是蠻大的 那可能你這塊 哪塊有病 可能被優勢記了一下 而不是 在這個世界你吃壞肚子了 可能你說 哇 優勢記住我了 是吧 就是說你會覺得 就是看你著像不著像 因為你受影響的可能更多是 太陽跟月球的變化 就說我們是越小 就是我們自己在人道越小 你就會受人道的寒來熟往的影響 因為你執著的是這些東西 所以你就會受這些東西的影響 但是當你不執著人道的七情六欲的時候 你執著了太陽系 你執著了星球 你執著了什麼 這些東西就會對你產生影響 但是我們本性的師傅 就像有時候這位師傅 他在研究星象的時候 那他受星象的影響就蠻大的 其實不是說你只有空性了 是我們本來就是空性的 你在哪每天想問題 你執著在哪個地方 你的頭腦有什麼法項 那些法項就影響你的身心狀態 你的腦子裡裝上星座 星座就影響 你的腦子裡裝上太陽 太陽就影響 但是呢 他隨著你修正你的氣脈在轉化 身心是一元 一氣脈轉化 有的人為啥轉化到一定時候 有結束的 再艱難的 為啥好多 這個就談到師修這個 他有些轉化到一定時候 因為 有些人世間的事情 他可以控制 比如說太陽黑子的變化 或者星球的出現一些艱難 一些小星星的撞擊 這些是他沒辦法 火山碰發地震害笑 這是工業 他是沒有辦法去控制的 他能控制自己 但是工業他控制不了 所以他在人世間成道的時候 修正到一定時候的時候 他在沒有完全空的時候 這些東西對他的影響非常大 所以很多人修到 修到一定時候突然一面 就是就會大結束 就會生死之間 就會死掉 就是修不過去了 就生力轉化不過去 其實是這些東西 其實是已經在影響他 所以有些特殊的時空 成道難也是這個道理 就是你時正難 為什麼到現在你看 後期越來越 很多人 時修氣脈轉化特別難 你很少見到氣脈三生成就的 就很難 因為他錯過那個時空 就很難了 有一個時空就是說 特別容易震到就是 星球特別核心 就是所有的太陽系啊 什麼就是沒有出現什麼變化 就沒有事故 沒有星星撞擊啊 或者是太陽的就是 太陽也很規律啊 月球什麼 我們是受這些影響 那個時候修行就比較好 再慢慢地再放音 你會看 你會發現 還有一星期 你會有你 唐派 你的 太觸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